哈啰大家好,我是Ruby, 欢迎你收看上帝的黑名单之玄案 相信大家一定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博物馆经魂也》 这个的第二集里面呢有出现一个非常帅气的短头发的女飞行员 是由Amy Adams来主演的 这个女主角呢她就叫做Amelia Mary Erhardt Emily Erhardt呢出生在美国的Kansas州 在1897年的7月24号出生的 大家也知道20世纪就是30年代的时候呢 航空飞行的industry已经算是再起来了 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飞行记录被突破 Amelia Erhardt就是在这段非常有代表性的年代当中 独自飞越Atlantic的第一个人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 在1937年的时候她在尝试环球飞行的时候 她突然之间就消失了音讯全无 她的这一起案件呢是20世纪当中的飞行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 1921年的1月3号 Emilya才正式的接受第一次的飞行训练 1921年的7月呢Erhardt就以2000元的美金买下了一台飞机 这也是她的第一架飞机 她就把它漆成了黄色而且还把它取名为The Canary 学习飞行的过程呢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据说呢她每天花15个小时来练习飞行 而且花了一年的时间之后她才可以独自来操控这个双翼机 在1922年的10月她驾驶着她的Canary飞行到了14000英尺的高度 还创下了女性飞行员的飞行海拔记录 于是她就成为了当代的媒体新宠 在1928年的6月17号Erhardt就跟另外两位飞行员Stalt还有Golden 叫强势飞越大西洋那他们从加拿大离开之后 飞行了20多个小时之后就成功的抵达了目的地 那他们一回来之后就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欢迎 而且呢还为了他们在纽约市举行了一个游行庆典 当时的美国总统John Calvin Coolidge还邀请她到白宫来做客 后来她就把这一次的自身经历呢就是写成了两本书 书出版之后呢Emilia Erhardt就开始进行全国的巡回演讲 而且在这之后她还成为了大都市杂志的副编 给了很多有关于飞行员的文章 在公众呢也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回响 她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然后很受欢迎的一女飞行员 在这之后呢Emilia Erhardt她的企图心又更强 想要挑战环球飞行 这个整个路程其实最困难最艰辛的一个部分 就是要飞越太平洋的上空 除了Emilia Erhardt是这次的飞行员以外 这次还有另外一位是前泛美航空的飞行员 Frederick Noonan 还有美国军舰罗斯福号的舰长 Harry Manning 另外一位就是电影飞行特技员 Paul Mamps担任她的副驾驶 在1937年的6月29号当天呢 他们一行人抵达了Papa New Guinea的Lay 在这个飞机港上呢 他们这个飞机就做了最完整的最后的一个check 因为他们准备要飞越太平洋 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天在检查这个飞机的时候呢 Emilia Erhardt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她认为要飞越太平洋需要减略一点东西 所以她就把她的逃生衣这样落伞 所有的这些帮助她逃生设备的东西 都从她的飞机里面直接打包寄回家 7月2号当天也就是他们出发前往Howland当天呢 其实天气算是非常的好的 在中午12点左右他们出发 然后艳阳高照 飞行的一切都是还蛮顺的 当时的美国海岸警卫队 Itascus Hall 要去接他们去中转站 他们一直都有在无线电上面 有跟Earthard维持到联络 他们已经快要接近Howland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讯息就变得断断续续的 然后突然间音讯就全部没了 后来呢有一位商务客机的机长 透露说他们疑似有看到 Emilia Earhart的飞机 螺旋桨好像有一些问题 整个飞机就慢慢慢慢地爬行 大概100英尺之后 就突然间消失在云里面了 从此之后也就没有再看到这个飞机 当时的总统呢 Roosevelt还命令了陆海空 进行了一个很大的搜寻 那这个搜寻一直进行到了 7月中还是一无所获 他的丈夫呢 想说要自己找私人的一些团队 来帮忙寻找这个飞机的任何的残骸 但是呢 进行到了10月中左右 因为经费不足的关系 就必须要暂停 结果呢 在1939年的1月5号 经过了两年的搜寻之后呢 他们就不得已 美国最高法院就必须要宣判他死亡 美国官方的立场是说 Earth还有Nunan他们的飞机呢 在前往Howland的路途当中 因为燃料已经用尽了 就在太平洋那边坠毁 当时呢 也有专家认为说 Emilia Earhart的飞机降落在 Howland外面的一个荒岛 就是Nikou Maduro 大多数时间 都是属于退潮的夜晚 如果说那个时候 Emilia Earhart她将飞机降落在那边的话 她是可以顺利降落的 那他们就推论说 她那个时候已经降落在那边 所以他们有收到了 很可疑的一些无线电传书 他们收到的这些无线电传书 在1937年的13日就正式停止了 在1937年呢 一个英国政府殖民地官员 来到了Nikou Maduro这个岛上 做一个探索的时候呢 他们就发现说 好像有一个通宵小夜的区域 有人在那边生火吃东西 他就把一张沿着海岸的照片 就拍下来了 在这张照片里面呢 他拍到的一个不明物体 他们就推论说 有可能是Emilia Earhart飞机的起落架 这个岛上面的一些人呢 就讲说当时又找到了一些飞机的零件 他们都怀疑说疑似就是Emilia Earhart的飞机零件 在1940年呢 另外一位殖民地官员 他就在一个救火堆当中发现了很可疑的13具骨头 他们推测这个骨头的大小是来自一个很像Emilia Earhart的个头大小的女性 之后这些骨头就被运送到了Fiji去进行一些测量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这些骨头竟然离奇的失踪了 于是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还发现了两双鞋子的残骸 一支是男生的 一支是女生的鞋子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一个盒子里面还装了一个导航装置 在1989年以来呢 其实这个Tigar就对这个岛进行了至少12次的勘察 研究人员后来呢 在这个救火堆当中 有发现他们试图吃鸟 鱼 还有乌龟 蛤蜊 那他们根据他开蛤蜊的方式就发现说 这个举动绝对不是来自本岛人 一定是外岛来的人 除了这些食物被煮过的一些痕迹以外 他们还在这个地点呢 发现了30年代才出现过的一个玻璃瓶 里面含有一种保养品 那这种保养品据说还是Emilia Earhart本人会用的一种保养品 发现这些迹象都代表着Newton 还有Earth 很有可能最后呢 坠毁在这个岛上面 甚至在那上面存活了一阵子 大家的推论就是因为他们当时找不到Howland 就往北飞行的时候 就被当时日本人控制的Marshall Island 拦截下来就扣为人质 被当成美国间谍之后 过没多久他们就被杀害了 高速渭牧场 你希望审判 我叫你来 你这样子 不然是在此 你想说 我可以去想买 那种你 我可以去想乱 我可以去想乱 你我可以去想乱 在这种家族 我在那边 我可以去想乱 你就你可以去想乱 我可以来 我可以的 不管是说 Amelie Erhard 是降落了在不同的岛上 还是到了荒岛上面 他们最后就是被饿死了 还是其实他成功的返回了美国 用另外一个身份来继续存活下去 不管是什么样子理论 到现在已经2020年了 有关于Amelie Erhard 到底为什么 在1937年的7月2号当天就消失了 到现在倒还是没有找到 他的飞机残骸 这件事情还是一个很大的谜团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之后 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觉得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的飞机到底在哪里呢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你跟Ruby分享一下 在下面留言我都会看到哦 再次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Ruby 拜拜